打好基礎, 做好基本吧 你不是嫌我業績未夠吧 其實上次那個大陸客 如果我們靈活運用的話 那份保單我就做得成 我業績不止是這樣的 不關業績的事 那個客人雖然還沒拿香港身分證 但是他說很快可以拿到的 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說他的個人資料不齊 不肯簽名 生意明明已經可以做得到 而我就可以拿到上個月的銷售 不是客人有問題 而是他沒有照規矩 連客戶所需保険分證表 隨時被人將軍 其實只要齊全對雙方都有保障 但是那個後患不需要報的 就算他不願意報 也要有書面升任才行 那就是保養雙方的利益 其實做事最重要就是規規矩矩 下下隨隨隨便貪快趣的 到頭來可能得不償失 好, 向前看, 永遠有新客人 你呀, 不要經常來找新客人才行 我最初接了幾宗投訴 都是你的舊客 其中有一個 他說申請了網上處理保單 但是幾個月後 都未收到的帳戶和帳戶 我知道 我有叫他打入客戶服務部 那個客人的申請表 填錯了保單編號 那客戶服務部便就卡住了 好, 我剛剛幫你搞定了 對不起, 可能我最近跟著幾個大客 抵了一點 你幸好, 那個客人是好客 他說其實你幫我做保單做得不錯 而且分析得很詳細 還有, 他在我朋友上買多一張 真的? 打給客人吧 還有, 其實我以前做事都像你的 以日成姐最重要 所以死爛爛爛, 甚麼都打開頭 到頭來呢, 一塌糊塗 好的客人留不到 還會找一群壞客人 客人有分好和壞嗎? 總之有下就行了 無論如何 聽我說, 大眼識人 好的客人多多都不怕 但是狡猾的客人, 一個都嫌多